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说Marvin他们家附近有一个蛮不错的学校 就是The Margaret's 然后所以我就来这边读书 其实也是蛮巧合的一件事情 刚来澳洲的时候读了十个星期的原课 大概就是熟悉一下英文的生活范围 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挺难的 因为澳洲的口音 然后在这边也没有很多认识的人 但是后来一两个星期之后吧 我同学熟络起来了之后 然后也去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就会熟悉起来 就会很快地熟悉起来 Marvin它是一个很全面的学校 首先它是女校 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都会比在中国 就是混校那种学生关系会好 而且这个学校人很少 所以整个年级五六十个人 大家就感觉一个班的同学 所以就很好相处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学校很注重 对于学生全面的培养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课外活动 比如辩论啊 比如合唱队啊 然后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嘛 这个学校的科学和数学 都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这会是一个中国家长 会比较喜欢的地方 我觉得其实来到澳洲 对于我和对于我的家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选择 而且它决定 我觉得它应该是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吧 这么说有点老套 有点俗套 但是确实是这个样子 这三年里面成长了很多 有的时候回头看过来 也发现自己成长了很多 会觉得很惊讶 这三年可以让一个人改变那么多 我的学校学的科目 现在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是必修 然后我有学中等数学和高等数学 我学了物理 然后我还在做 莫大的一个前课的课程 也是关于物理的 这个课程基本上 是莫大第一年的物理科目 然后我修这个课 可以当做我的高考分数 也可以当就是当学分 然后我上大学的时候可以用 关于大学要上什么课 这个事其实我一直不确定 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 所以任何跟数学和科学 有关系的东西 我都不会太排斥 当然我肯定最想上的是物理 但是作为留学生 一定要考虑到移民啊什么的问题 所以经过跟老师谈 然后跟家里人谈 谈了很多这样 觉得因为物理很难找工作 然后只是对自己兴趣的一个满足 所以有可能会先把物理一放 把它当做一个选修的课问去选 然后去学精算这样的课 在学校做的课文活动还是蛮多的 我做了两年的和尚队 然后这一年因为学习 然后也因为和我物理课时间冲突 所以就不能再和尚队了 和尚队其实是我们学校一个非常亮点的活动 不能去做还是有点可惜 然后我现在是学校的辩论队队长 所以说辩论是我投入时间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然后同时我还在学校的杂志社里面 所以说我们就是一起努力 每年会出一本校刊 所以我现在在墨尔本大学学的那个 是物理的一个前年课 也就是说是物理第一年的课程 怎么说呢 对于我来说会有一些挑战 但不是难道完全不能学的那种地步 因为我本来对物理就很有兴趣 然后我自己课余时间也会做一些 会看一些视频 做一些调查嘛 关于这些东西 所以我是很喜欢这个课的 而且通过这个课会认识很多很厉害的小伙伴 所以其实这个课因为它是微积分和物理在一起 所以其实它也帮助了我日常 在物理和数学上面的学习 其实刚来墨尔本的时候 还是就是语言方面还是很有困难的 因为澳洲人的谜知口音 以及和小伙伴们交流 我的英语当时也不太好 然后也基本上听不懂他们说的什么 所以一个挺外向的人到最后变得很内向 然后十年级的时候有两个小伙伴说 哎呀 Tristan你来加入辩论队吧 因为我本来就是在国内就对辩论非常热衷的一个人 所以我说哎呀就试一试吧 然后在辩论队就一直摸爬滚打各种打拼 然后基本一开始是只要有我就会输 别人说要说六分钟的演讲 我只能做到两分钟三分钟 然后后来其实也就是一次一次训练 一次一次学习会变得越来越好 然后去年很荣幸的被选上了学校的辩论队队长 也应该是学校第一个低语言不是英文的辩论队长 所以回头看看对自己还是蛮骄傲的